撒姆尔记上第十七章 非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作战 他们聚集在属犹大的苏哥 在苏哥和亚西加之间的以弗大明安营 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起来 在以拉谷安营 他们列出战阵 要迎接非利士人 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 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 中间有山谷分隔 有一个挑战的人 从非利士人的军营中出来 名叫哥利亚 是加特人 身高三公尺 他头戴铜盔 身穿铠甲 铠甲的铜重五十七公斤 他的腿上有铜护膝 两肩之间背着一根铜枪 另外他手上拿着毛 毛杆有织布的肌肘那么粗 毛头的铁重七公斤 还有一个拿大盾牌的人 在他前面走 哥利亚站着 向着以色列人的军队喊叫 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出来这里百列战阵呢 我不是非利士人吗 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 你们自己挑选一个人 叫他下到我这里来吧 如果他能与我决斗 急杀了我 我们就做你们的奴仆 但是 如果我能胜过他 急杀了他 你们就做我们的奴仆 服侍我们 那非利士人又说 今天我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 你们派一个人出来 我们可以决斗 扫罗和以色列众人 听见了那非利士人 所说的这些话 就都惊慌 非常害怕 大魏是犹大伯利恒的 以法他人耶稀的儿子 耶稀有八个儿子 在扫罗的日子 耶稀已经老迈了 耶稀的三个大儿子 跟随了扫罗去作战 去了作战的 这三个儿子的名字是 长子以利亚 次子雅比拿达 三子沙玛 大魏是最小的 那三个年长的 都跟随扫罗去了 大魏有时离开扫罗 回到伯利恒 目放他父亲的羊群 那非利士人 每天早晚都进前来 站着骂阵 一脸有四十天之久 有一天 耶稀对他的儿子大魏说 你拿着十公斤 轰了的果子 合着十个饼 去给你的哥哥们 你要跑到营里去 给你的哥哥们 又拿着十块乳酪 去给他们的千夫掌 看看你的哥哥们 平安不平安 把他们的家书带回来 扫罗和大魏的哥哥们 以及以色列众人 都在以拉谷 与非利士人作战 大魏清早起来 把羊群 托给一个看守的人 就照着耶稀 所吩咐他的 带着食物去了 他来到军营中的时候 军队正出去列阵 呐喊助阵 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 都摆列阵势 互相对峙 大魏把身上的东西 留在看守物件的人手中 跑到战阵上去 向他的哥哥们问安 大魏正与他们说话的时候 那个讨战的人 就是加特人的非利士人 名叫哥利亚 从非利士人阵中上来 他说了又是同样的那些话 大魏都听见了 所有的以色列人 一看见那人 就都从他面前逃跑 非常害怕 以色列人彼此说 这个上来的人 你们看见了吗 他上来 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的 如果有人能击杀他 王必赏赐他大财富 把自己的女儿 给他做妻子 并且使他的父家 在以色列中免纳税 免服役 大魏问站在他旁边的人说 如果有人击杀这个非利士人 除去以色列人的耻辱 那人会得到怎样的对待呢 这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是谁呢 竟向永活的神的军队骂阵 于是 众民用以上的那些话回答他说 如果有人能击杀他 那人必得这样的对待 大魏与那些人说话的时候 他的大哥以利亚听见了 就向大魏发怒说 你为什么下到这里来呢 在旷野的那几只羊 你脱了给谁呢 我知道你的骄傲和心理的恶念 你下来是要看打仗 大魏说 我现在做了什么事呢 不是只说了一句话吗 大魏离开他的哥哥 转向另一个人 问同样的问题 众民还是用先前的话回答他 有人听见大魏所说的这些话 就告诉扫罗 扫罗就派人去把大魏接来 大魏对扫罗说 大家都不要因这非利士人丧胆 你的仆人要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 扫罗对大魏说 你不能去与这非利士人决斗 因为你年纪还轻 那人从小就做战事 大魏对扫罗说 你仆人是为父亲放羊的 有时狮子或熊来了 从羊群中抓了一只小羊 我就去追赶他 击打他 从他的嘴里把小羊救出来 如果他起来攻击我 我就揪住他的胡须 击打他 把他杀死 你仆人不但击杀过狮子 也击杀过熊 这个未受割离的非利士人 也必像一只狮子或熊一样 因为他向永活的神的军队骂阵 大魏又说 那曾救我脱离狮爪和熊掌的耶和华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 于是扫罗对大魏说 你去吧 愿耶和华与你同在 扫罗把自己的战袍给大魏穿上 把铜盔戴在他的头上 又给他穿上铠甲 大魏把刀佩戴在战袍上 因为他以前没有穿过 现在试着走一下 大魏对扫罗说 穿戴着这些东西 我不能走动 因为我从前没有穿过 大魏就把这些装备 从身上脱下来 他手中拿着自己的杖 又从膝里挑选了 五块光滑的石子 放在口袋里 就是牧人用的那种袋子 手里又拿着甩石的机弦 就向那非利士人走进去 那非利士人也向着大魏 慢慢走过来 拿大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 那非利士人观看 看见了大魏就藐视他 因为他年纪还轻 面色红润 外貌英俊 那非利士人对大魏说 难道我是一条狗 你竟拿杖来攻击我 于是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魏 那非利士人又对大魏说 你到我这里来吧 我要把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吃 大魏回答那非利士人 你来攻击我是靠刀靠枪 但我来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万军之耶和华就是你所辱骂的以色列军队的神 今天 耶和华要把你交在我手里 我必急杀你看下你的头 今天我还要把非利士人军队的尸体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 这样全地的人就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位神 也使这些人群都知道 耶和华拯救人 不是靠刀 不是靠枪 因为战争的胜败在于耶和华 他必把你们交在我们的手里 那非利士人起身 迎着大魏慢慢走过来 大魏也赶快往镇上跑去 迎战那非利士人 大魏伸手入口袋里 从里面拿出了一块石子来 用鸡弦甩去 击中了那非利士人的前额 石子穿入前额里面 他就扑倒 面浮于地 这样 大魏用鸡弦和一块石子胜过了那非利士人 大魏击杀了那非利士人 但他手中没有刀 大魏跑过去 站在那非利士人的身边 拿起他的刀来 把刀从鞘中拔出来 杀死他 又用刀砍下他的头 非利士人看见他们的勇士死了 就都逃跑 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就起来 高声呐喊 追赶非利士人 直到加特的入口和以格伦的城门 被刺死的非利士人都倒在沙拉因的路上 直到加特和以格伦 以色列人穷追非利士人回来以后 就抢掠他们的营房 大魏拿起那非利士人的头 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 却把那人的武器放在自己的帐篷里 扫罗看见大魏出去迎战那非利士人 就问元帅亚尼尔 亚尼尔啊 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 亚尼尔回答 我敢指着王启示 我不知道 王说 你去问问这个少年是谁的儿子 大魏急杀了那非利士人回来的时候 亚尼尔迎接他 把他带到扫罗面前 大魏手中还拿着那非利士人的头 扫罗问他 年轻人啊 你是谁的儿子 大魏回答 我是你仆人 伯利恒人 耶稀的儿子